第五十八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李国航来公布 谢谢终于了了我的心结 第五十八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得奖的是张震 从第二十八届的狐狸街少年杀人事件开始 这是张震第四次入围 第一座金马奖 张震为本片暴瘦十二公斤 不仅在外形上做了改变 更是在说话 眼神和行为姿势上 配合角色做了细节的调整 完美展现了他内练的表演魅力 谢谢金马奖 完全没有准备 谢谢气魂的导演陈伟豪 非常棒的导演 很荣幸跟伟豪一起工作 然后谢谢白伦 谢谢唐大哥 我们的监制 谢谢所有气魂的剧组工作人员 大家都很辛苦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家庭 每个人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谢谢我的经纪公司 这么多年来 一直给我很多的空间 其实我平常没有在工作的时候 不会跟他们联络 但是我还是非常谢谢他们 谢谢王家卫导演 谢谢Jackie 谢谢Agnes 谢谢Ivy 然后谢谢巧静 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公司同事 你们的付出 我都默默地收在心底 非常感谢你们 还要谢谁 谢谢我的家人 我家人对我的支持 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爷爷奶奶 我的老爷都不在了 然后他们很可惜 没有看到我拿奖 但是我奶奶 我的姥姥最近 不太记得我是谁 我希望她今天可以看到我 拿这个奖 谢谢我的父母 谢谢我的哥哥 谢谢我的太太 我的小孩 他们都一直默默地支持我 谢谢的人很多 我驻航时间算比较长了 然后我也做过非常久的 没有拿奖的那个宝座 三十年 那个是蛮长的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让我在表演上面 不断地有进步 不断地有空间 虽然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演员 但是我是一个 算是还算有创意的演员 一直在追求一些 没有做过的角色 一直想要突破自己 或者是说在角色中寻找自己 很多人都说我演气魂 然后减重十二公斤 付出很多 对我来讲 其实一点都不多 因为那个就是演员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座有很多优秀的电影工作人员 我非常尊敬你们 因为我知道电影这个工作 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 但是在这个工作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 获得很多的成就感 谢谢曾经跟我一起工作的人 帮助过我 指导过我 然后在最后 我想要谢谢杨德昌导演 虽然他已经不在了 他是我拍第一部电影的导演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 拍孤领街少年杀人事件 杨导对我来讲 就是我的一个role model 一个我的榜样 我还算慢不会讲话的 这一点可能跟杨导很像 但我可以做的是 我会继续做好我演员的工作 演出不同的角色 把不同的角色人生 带给观众朋友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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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